好 看到環球市況都想得很厲害 今天港股跌了一千點 你們會聽到消息 中央銀行會降準 降準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都是我們之前所說的貨幣政策 就是怎樣去印銀子 印銀子其實就不會是 就這樣拿一部印銀子出來就可以了 那降準是其中一個方法 降準其實就是所謂我們在 Deposit equation 的貨 我們學到一個叫RRR Required Reserve Ratio Required Reserve Ratio就是所謂存款準備金率 就是說銀行收了一些Deposit回來之後 它可以借多少出去 即是法定規例 它要存回多少一個銀行 就是這個RRR的比率 我簡單去舉例子 如果這個是一個Banking System Banking System 你會見到 這裡是Reserve 我想這個大家都知道 這裡是Demand Deposit 還有這個Loan 行不行 如果你降準的話 我先說是25% 降至20% 你的Multipower 會給4 你可以借出去的能力 就是借到4000元 你最盡借到4000元 借出去變成Deposit 但是如果降準的話 即是說銀行 它要放的錢進去 少了的話 其實你的Multipower是會提升的 它不需要放那麼多庫存 再借出來 這樣可以借多了 那就變成1比5 20%是1比5 那你變相 如果1比5的話 剛才乘4 這裡乘4 現在乘5 你就變成5000元 那5000元 你會見到多了 在DD上 行不行 其實你的Money Supply 你一定要記住 本身就是Cash on Hand Cash on Hand 即是在PubPack上的錢 再加上Demand Deposit 那你現在這裡加了 就是整塊MS加了 那上次說過了 整塊MS加 其實對Money Market有什麼影響呢 你會見到 這個Money Market OK 那這個是MD 這個是MSC MSE 上次說過給大家聽 為什麼它要打動 因為它是不受 Interest Rate影響 是央行決定 去多少 不會說因為便宜一點 所以我供應多一點 貴一點 我供應多一點 那 所以 剛才我們這裡說 因為它降準 令到我們DD多了 然後那個 Money Supply 還是多了 Money Supply多了 其實它向右移 變成MSE MS1 去MS2 這樣就多了 你看到多了之後 最大的效果 其實就是 Interest Rate會下降 Interest Rate下降 如何影響整個整體經濟呢 其實就可以在這裡 那條 AD AS Curve 那裡去看到 這個Sort 1S 這個AD Curve AD Curve 是C加I加G加X-M 所有GDP的Component 今天我們要看I I就因為 R Interest Rate下降 其實呢 因為它那個 錢的回報率其實低了 即是你就這樣 放在銀行拿息的 那個息率低了 那些人就會轉向去 投資其他的 其他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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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工具 所以 那個 Investment 是會上升的 那Investment上升 就帶動AD上升 從而令到 那個整體的需求 會由AD1 升回到AD2 那 就達至到 我們令到 經濟 由 Y0到 Y1的水平 那Price Level 也都由 Price Level 0到1 這樣去轉變 但是 O4 Speaking 那個經濟 是會好 因為你看到 它向右移 OK 那 GDP 這裡會好一點 那剛才我們說了 一個方法 就是 經濟 可以迫到 它要降進 但是 它也要做一個 愛的迫降 就在 RORR 那裏做 但是你可能會說 其餘那兩個方法 去印銀子是怎樣做 剛才這個是 RORR 的操作 它就可以減低 那個 Required Resurface 然後 下一個要教的 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 你會在書本上 看到 有一個叫Discount Rate Discount Rate 其實是中文叫鐵現率 鐵現率 鐵現率是什麼呢 不要說到這麼複雜 其實都是Central Bank 它借錢給 Bank 一些Commercial Bank 那個 那個 那個息率 就叫鐵現率 OK 好嗎 OK 那它借給它 然後銀行 再借給散戶 那這裡又會收另一個息率 好嗎 所以鐵現率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就是Central Bank 它借錢給Bank的時候的息率 我假設 你借給它的時候 2% 行不行 你借給省仔 你做大Elon 10% 那你就會賺取到 8%的息差 8%的息差 OK 銀行是賺息差的 如果你去看一下 銀行那個 那個 業績的報告 它經常都說 今年我們的息差 那個 大了 擴大了 所以我們就會賺很多錢 這樣 它就是靠這樣 問央行借錢 2% 便宜錢 然後再貴一點 借給散戶 去賺錢 OK 所以銀行 以一個這樣賺錢的模特 然後呢 如果你剛才要印銀錢的話 其實 央行可以做另一件事 就是降低的discount rate 降低的貼現 就是說 剛才有2% 可能跌到變成1% 那跌到1% 會有什麼後果呢 就是銀行是賺錢的動物來的 當如果我賺多了 我現在賺9% 我就借多點出去 我多給散戶 從而 MS又會上升 這就是第二個方法 它可以令到MS上升 那MS上升有什麼後果呢 剛才說了 我們可以調整一下 第一、二分鐘的時候 我們畫一幅MS圖 再怎樣影響到MD 再怎樣影響到AD 再怎樣影響到AD 然後到第三個方法 第三個方法 就是 Open Market Operation Open Market Operation 其實都是說 Central Bank 它要 Sell Bonds to 那個 Puppet 可以嗎 還是 Buy Bonds OK 還是Buy Bonds 那如果它是Sell Bonds的話 你要記住 如果它賣些Bonds給散戶 散戶是要給錢去買的 可以嗎 它給錢 由左至右去給錢的話 它是要給錢的 如果給錢的話 MS就會下降 因為你的錢 留在Central Bank 那裡 可以嗎 所以如果我們剛才 歸於我們基本部 就是說 我們想那個Money Supply上升 那Central Bank 那Central Bank 會做什麼呢 它會在公開市場 那裡 在我下面的箭櫃 在我下面的箭櫃 就是 Buy Bonds 我們去做一個公開市場的操作 這個操作就是 我向散戶去買債券 我向散戶去買債券 那散戶買債券 你怎麼才可以買到東西 你給錢別人買到東西 那錢就會流向Puppet那裡 從而 都是街上的MS會增加 那這三個方法就是 所謂的印銀子救經濟 它的實際操作 我們印銀子 就不是用偏塔來印的 就是用剛才的三個方法 那你比較常見中央 都是做鋼準 鋼準就是剛才的第一個方法 那沒有說哪個方法好一點 只不過 是否適合當時去使用 那下課再教大家 其他的一些 可能Molitary Policy 或者Fiscal Policy 要注意的東西 拜拜